檢温次之後 新冠疫情在洛杉磯激增 導致洛杉磯醫院不僅重症病房清零 而且出現超負荷的混絕 而根據《洛杉磯時報》的報導 洛杉磯醫院的醫院之外 不斷見到的護車開出開入 不停轉移或安置患者 有些醫院迫於無奈 將患者暫時安置在醫院會議室和禮品店 醫護人員直呼 這是40年從來未見過的現象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 醫院將不得不對患者護理 做出最艱難的決定 根據統計 洛杉磯醫院星期一住院人數6,984人 是洛杉磯單日住院的新紀錄 而新冠死亡的人數則已經接近1萬人 洛杉磯進入重症病房的新冠患者人數 已經連續16日打破紀錄 星期日更加上升至1,449人 在上星期的每一天 重症加護病房每日只增加35名COVID-19患者 從感恩節開始 南加州的衛生官員都一直警告 疫情如果繼續激增 將對醫院的運轉造成巨大壓力 而這種警告不幸嚴重 洛杉磯院時報29日的一篇報導中 描述了洛杉磯醫院的危機達到前所未有的情形 洛杉磯南加大醫學中心 上星期日晚上至少有30名需要進行重症監護患者 沒有病床 醫院不得不對所有救護車通道關閉12小時 其中一些需要重度氧氣的患者 進入重症監護室等待時間長達18小時 而在星期一加定納紀念醫院 也在140%的容量之下運行 迫使醫院要求在4小時內暫停新疾救護車呼叫 以便倒流病人 而且醫院也在為急需的新冠患者 保持足夠氧氣和供應而苦苦掙扎 紀念醫院首席執行官Kevin說 這是一場危機是毫無疑問的 洛杉磯時報報導形容 醫院幾乎被淹沒 以至於不得不將患者放在會議室或禮品店當中 但就算如此 許多設施空間都已經用完了 實際上在大多數時間內 洛杉磯院的所有醫院都被迫 將救護車的患者分流安置 上星期日 洛杉磯94%接受911呼叫病人的醫院 都在轉移一些救護車 洛杉磯院衛生官員總監 克里斯蒂娜加利說 如果每一間醫院都在分流轉移 那就會快些 這些救護車將無處可去 加利說所有醫院都在經歷這樣的壓力 但對於一些小型醫院來說 這樣的壓力就尤其嚴重 很多醫院已經達到了危機點 並且不得不將患者護理做出很多艱難決定 醫院可能會被迫配給護理服務 醫生制定戰略確定有效利用資源和設備 凱撒醫院已經推遲非緊急手術和摘旗手術 凱撒不會在1月之前安排任何新的摘旗手術 為了抑制新冠疫情 南加州居家被疫令將延遲至新年之後 而洛杉則要求 從其他地方進入肝源的人士都需要10天隔離 天隔維視編輯報導 4月1日